中美六代机在设计细节上有很多的趋同因素 看来对于六代机的设计中美有很多共同语言 而如今中国的战机的研发能力 基本上已经可以和美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了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随着中美俄第五代战斗机的逐渐服役和发展 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逐渐成了各大国相继竞争的新焦点 除了中美俄推进了六代机项目 世界上其他强国不甘落后也在发展六代机项目 英国 意大利和日本在搞GCAP六代机项目 法国 德国 西班牙则在搞FCAS六代机项目 俄罗斯的则是米高养的PAKDP 不过目前放眼世界 在六代机项目上发展最快还得是中美两国 其他国家搞的这个六代机项目完全是小打小闹 他们自己五代机都没有玩明白就准六代机 心态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上还得指望中美 其中美军搞了两个六代机项目 分别是空军的NGAD和海军的FAXX项目 中国空军的六代机项目则最早在2017年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透露 中国的第六代战机研发已经展开 歼20总工程师杨伟表示 中国六代战机的设计将是科幻电影最大的想象都想不到 根据中国装备一代 研制一代 预研一代的战机研制原则 实际上在歼20服役之前 我国的六代机就实际上进入预研状态了 在歼20服役后 实际上就正式开始六代机项目研发了 而最近美国格鲁曼公司发布了新式战机的宣传片 出现了一款从未见过的新式战机概念图 图片出现的新式战机被认为就是美国空军的NGAD六代机项目 虽然美国官方没有实锤官选 但是从这个新式战机的概念设计方案看 妥妥的是六代战机构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NGAD六代机了 有意思的是 美国格鲁曼公司公布的这个NGAD设计图 与2022年珠海航战时 我国展出的六代机抛面模型非常相似 尤其是设计构型 这两款战机采用的都是五尾翼补剧设计 实际上这样设计就是考虑了六代机的隐身性能 可以说隐身性能肯定是六代机的硬质标 现在的五代机实际上只能在特定频段隐身 在一定情况下隐身性能就相对有限 尤其是针对米波雷达的探测 而六代机的隐身性能或将大幅度升级 进化成的全频段隐身性能 六代机肯定会采用更先进的材料和设计 尤其是针对敌方的雷达和各种的红外搜索设备探测 六代机相比五代机 将大幅度减少飞机在雷达 红外和可见光频段的探测概率 话说回来 六代机采用五尾翼设计 对于隐身性能的提升是更进一步的 五尾翼布局可以减少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 因为在传统的有尾翼布局设计中 尾翼构成了一个较大的雷达反射面积 五尾翼设计可大大减小雷达回波的反射面积 而且采取五尾翼设计 可以使六代机减少机动阻力 提高战机的速度和机动性能 包括更快速的滚转等 使其能够快速的飞行和进行更灵活的空中机动动作 而且从NGAD六代机和珠海航展的 中国六代机模型对比上 还能够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 这两者的发动机进气道 都是选择了设计在机身上方 和传统战机将进气道设计在机翼下方 有明显的差别 这样做主要是有两个可能 首先就是加强飞机的隐身性能 毕竟隐身性能是六代机设计的最重要性能指标 将进气道设计在机身上方 基本上就是为了降低飞机的红外特征 毕竟进气道是引入空气 进行发动机供气的关键部位 会产生高温的排气气流 热红外探测系统 可以探测到排气气流的热辐射信号 将进气道放置在机身上方 可以使排气气流的热辐射 在红外探测系统中的市场范围之外 减少地面海上探测设备 对战机的热红外探测 其次就是增加机身空间 将进气道放置在机身上方 可以释放机身前部的空间 实际用于容纳其他设备或武器系统 这样可以增加战机的战斗能力 例如增加电子设备 精确打击武器等 可见在下一代战机的设计上 中美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 不过也可见 中国航空工业的进步 短短几十年时间 现在既然都能和美国 在六代机的研发上进行竞争了 所以说这六代机 到底是美国先搞出来 还是中国先搞出来 这谁都说不准 了解 你 我 可能